王大仙智 李耀輝監院 接下來是道教的代表 息息元王大仙智 李耀輝監院 各位宗教領袖 各位嘉賓 我亦是沒有講稿的 只是從心中中講出來 大家知道不同的國籍 不同的種族 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是不論在任何地方 你在這個宇宙 在這個地球上 大家同一樣東西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人類 當然了 信族的信仰 不同地區不同種族 他們的成長之中 各有不同的信仰 這個不要緊 我們記得我們始終是人 我這次受這個邀請 一方面覺得很榮幸 第二方面我亦都很高興 高興就是看到這麼多的宗教領袖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互相交流 來去傾談 雖然點點幾分鐘 宗教你所講的東西 令我感受 大家都是環繞了 宗教和宗教之間的 互相尊重 大家要溝通 大家要溝通 大家要理解 亦都希望大家互相交流之中 了解其他的不同宗教 他們的教義和教理 我們宗教有部份的人士 是比較執著了 現在的社會應該是與時並進 科學的發達 對我們的青少年 在我們的靈性上 是侵蝕著的 在我們的靈性上 我們宗教界 各界的人士 我們應該平氣了 自己本身堅持的執著 我們是以一個大同和諧 溝通 來推動我們年青的一代 認識了所謂靈性 是很重要的 我本人來說 在幾年前 接受了 新加坡 道教的團體 參加他們一個慶典 令我很奇怪 在台上 很多宗教界的人士 有神父 有牧師 有佛教的大德 當他們有一個最後的項目 是唱歌跳舞 他們各個很興奮地參加 我希望 今次這個研討會 也帶領將來 我們各宗教界的人士 各個信仰 當你們有慶典的時候 你們邀請我們 道教界的領袖去參與 讓他們多些學習 原因 很多人 世俗的人 眼光 說道教很複雜 當然 每個教派都有些不正當的人士 我不否認 道教裏面 是有些派別 很複雜 也說他們不是做 一個宗教正當的行為 但是記得一樣 我們黃大仙 是三樣兼容 是道家、儒家和佛家的 教祖之前 我已經有個理想 是和其他宗教界 是一個溝通的聯絡 相信剛才 伊斯蘭教 阿楊教主 我和他都說 在電台 我都和大家交流過、訪問過 我和大家相識了十幾二十年的好朋友 脫了一件袈裟,我脫了一件老服 是好朋友 也有交流 我已經和他談過 大家有個理想 他已經有個理想 要推動 中國 道家、儒家、釋家、三家 一起 以我們中國文化 來教育 現在 現在暫時是年青一代 很多人經常說,尤其是我們的道教徒 有一句說話經常說 道教是我們中國土生土養的宗教 其實不論哪個地方好,哪個宗教都好 這個世界現在科技的發達,資訊的發達 大家應該互相交流 如果你不交流的時候,不溝通的時候 大家所謂你不了解別人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產生誤會,已經產生東西 當然,我們大家做朋友都有衝突,都有磨擦 但這個不要緊,我們大家可以溝通,可以了解 舉例來說,很多人說 伊斯蘭教,為何那個穿到黑漆漆,突出兩隻眼 很多人不瞭解這個 原因是他要保護女性 他不想暴露這麼多東西來吸引異性 很多人不瞭解的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今次這個會非常好 剛才很多領導都說了 多舉辦這些活動 我們用一個開明、開通 現在是一個現代化、科技發達 我們不是說自己一個圈子裡面 這個是對人類沒有的幫助 我剛才看到的教皇和伊斯蘭最高的領袖 大家定了一個對人類有貢獻的約 大家不要忘記,我讀書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教派 以前經常打仗 十字軍東征 這個就是因為大家不瞭解 現在我們是現代化的人 科技發達的時候 我們要利用科技來幫助我們的宗教 各個的宗教 使他們能夠大同融合 為年青的一代做一個好的福利 為他們的靈性 將它淨化了 我們道家 引用老者的社會 和剛同塵 大家用一堆 當然 各有各自己的思想 各有各自己的信仰 剛才很多領袖都說過 尊重、和諧、溝通、融洽 是很重要的 我本人來說,少少一個道觀 但我比較現代化 是要推廣 尤其是 尤其是 我問個心來講 年青的人 他的理想和思想 是不太成熟 如果我們不用精神 用宗教來帶領他們 他們可能會走歪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今天這麼多領袖在此 希望大家共同合作 多些舉辦交流會 或者多些舉辦你們的活動 如果你邀請吳儀武的公貫小 我隨時都會 找我們的信徒也好 我的徒弟去參加你們的慶典 大家開開心心 我不介意你們有機會 走來參觀 小的道觀 我亦都很熱烈招呼各位 我說的說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多謝李監院 現在有請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 梁德華道長 大家早晨 主辦單位 天主教周守仁主教 陪教楊卿本教長 各位宗教領袖 各位好友 各位兄弟姊妹 香港的六宗教 天主教基督教回教 這幾壹經歷 絕對 明天星期六,2021年的六宗教思想交流 由周景芬臣父擔演一個組織 亦借助了剛才李監院息息園的地方 今天得到兩大宗教,以和諧的基礎 大家探討一下兄弟的情義 社會的和諧,社會的友誼 那麼恰恰呢,就是讓我們六宗教在明天的討論裏面 更加一些共鳴 諸位宗教領袖 在我今天之前,已經導出很多的 共融和導出很多人的靈性 以個人的修行,進而為社會民族作貢獻 所以,我聽了之後,亦都認同和感受到宗教裏面的價值 補充一點,包括我們道教 和東西方,特別西方裏面的信仰 向剛才提及的博愛仁慈 宗和孝 道教更加以此 為我們修煉裏面的戒律 道教是多元的宗派 當中裏面的證明度 聖分是指引我們的信徒 萬事萬善你做到了 如果你要成先成佛 當中的考察 你欠缺了校 你就不可以成先成佛 道教另外一個宗派傳真的教義 中校廉節而信仁為禮 與儒家的伯德同出一體 以校為先 白行在世間裏面 亦都以此為本 所以 今日 組織的交談 事實上 在今日的續世裏面 能夠再一次 起了一片廉漪 一片清流 朱玉在前 剛才這麽多位領袖 談及到你們的 大家的 抱負 我按急 以一個短的稱詞 來表達我們道教 在今日裏面的活動 一種祝福 請大家不要見笑 父義一氣雲行 新陰新陽生萬物 三財寄身 發天發地 發自然 兩畜塗蓉三江照耀 養購窮倉 苦塵單菌 今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舉辦 人類兄弟情義 與社會的友誼 香港的道教祈禱 人類的兄弟情義 血龍永固 社會的友誼 互助博愛 兩情融會 秉除 自我的執著 收己而立得 公益服務社會 奉獻損有餘補不足 以人民社會為初九 靜望 社會的繁榮 人民的安定 始祝 共願 互例而共勉 我代表香港道界界啟手 祝大家福壽康寧 聯繫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 Hong Kong Hare Krishna Good morning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esteemed spiritual leaders Religious teachers And all representatives who are present here today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相信私 lying and expressing my appreciation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o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particularly the Center for Catholic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slamic Culture and everyone involved who have worked so hard to put this event together to host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一座研究 created on huma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Everyone in the world today is very much anxious to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and prosperity however the primary reason why we have so far pretty much failed to achieve world uh... is because of a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formula for peace in the Bhagavad Gita the peace formula is given personally by the Supreme Lord Krishna Krishna is a Sanskrit term for God which means one who is all attractive and the formula he has given goes like this bhaktaram yakya tapasam sarvaloka maheshwaram suridam sarvabhutanam nyatvamam shantim ritchati this peace formula enunciates three main principles the first principle is bhaktaram yakya tapasam this statement reminds us that everyon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Supreme Lord is the beneficiary of all sacrifices penances and austerities and he is the enjoyer of all activities whether it be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religious or economic therefor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world peace and human fraternity is to stop trying to be the lord and master and to stop being the enjoyer of this world for the sake of satisfying one's own senses and instead to offer all of one's activities for the satisfaction and enjoyment of the Supreme Lord whatever we do whatever we eat whatever we give away whatever activities we perform is all meant for the enjoyment of the Supreme Lord because it is the tendency of an individual to want to be the enjoyer like the Supreme Lord which prevents him from becoming peaceful the second principle in this peace formula is Sarvaloka Maheshwaram the Supreme Lord is the ultimate proprietor of all the planets in creation and everything within it we have a mentality of mine and yours therefore we fight over the results of what we have worked hard for my land my country my money my achievements my home I've worked hard for them they are mine therefore we argue on this basis but if we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belongs to the Supreme Lord and that there is no scarcity or lack for anyone then there is nothing to fight over on the contrary a person who is in full God consciousness and who understands that the Supreme Lord is the proprietor of everything has no demands because all his actions are dovetailed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enses of the Supreme Lord therefore he becomes contented and truly peaceful from within so we are advised in this peace formula to give up our false proprietorship over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to offer everything to the Supreme Lord in his service because just as every part of a tree the limbs the branches the leaves the fruits just as every part of a tree becomes nourished simply by pouring water on the root of the tree similarly by recognizing the position of God as the Supreme Proprietor of everything and by keeping him in the center of our existence and by serving him through our activities all of us no matter what faith we may practice all of us are like the branches of that same one tree and therefore we become nourished and peaceful the third principle in this peace formula is Suridam Sarvabhutanam this statement reminds us that the Supreme Lord is our ever well-wisher he's our most intimate and well-wishing friend of all living entities not just the human species he desires everyone's happiness and he wants us all to live peacefully and happily and as our best friend he's always looking out for our interests so by associating with the Supreme Lord through service in devotion we can transcend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is world and attain true and lasting peace the goal of attaining world peace can be accomplished world peace and human fraternity can be accomplished if all of us can simply understand these three basic truths regardless of the name we each have for God regardless of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the way we pray and offer worship regardless of any differences we may have in our philosophies any spiritual person would agree with these three principles that God is the supreme beneficiary and enjoyer of all our activities sacrifices that he is the Lord and controller of everything that is and that he is our dear most and intimate friend and well wisher one who understands these three principles about the supreme lord immediately becomes peaceful within himself and thus he becomes an instrument for peace and human fraternity within this world I conclude with a very well-known Sanskrit prayer for peace Hari Om Sahana Vavatu Sahana Bunaktu Sahaviryam Karavavahe Tejasvinavadhitamastumavitvishavahe Om Sh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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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Om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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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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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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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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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the supreme lord protect all of us may he nourish all of us together may we all work together with great energy may we become enlightened may there be no hatred amongst us and may there b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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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o all thank you Hare Krishna thank you